也该放手了 这些年 林婷无数次对她说 母妃 放手吧 每当她说出这句话 都会受到自己的斥责与教训 每训斥一次 她眼中的光亮就会暗上一分 至如今 全然灰暗 她不再让她放手了 而是选择用了结自己的方式 了结一切 她亲手逼死了自己的孩子 阮贵妃已不记得 今日哭过几回 只有这一回 哭声里才全是悔恨意味 她一边哭 一边握着林婷冰凉无力的手 可是已然来不及了 林妃露冷笑一声 娘娘可知 今夜为何会挨父皇那一巴掌 阮贵妃一愣 泪流满脸地看着她 林妃露不无讥讽 娘娘当真以为 这些年来 阮家的所作所为父皇 都一无所知吗 她不等她回答 冷声道 历来君王最计外戚专权 阮家这些年把持朝政 在权力巅峰待久了 就算知道父皇忌惮 也不愿意下来吧 阮贵妃脸色一白 匆匆反驳 不 林妃露无情打断她 娘娘不如好好想想 这些年长敌两派的交锋中 父皇的态度是什么 她不阻止 难道就是默许你阮氏一族争处吗 当真如此的话 为何阮氏这些年越争越势微 阮贵妃的脸色越来越白 在这场长达六年的夺嫡之争中 林帝从不是全无所闻 她只不过是冷眼旁观 想借由太子一派打压阮氏罢了 阮氏当年扶持林帝登基 得林帝重用 的确为朝廷做出过大贡献 阮家子弟乃至阮相门生 遍布朝中各处 成为就连林帝 也很难瓦解的一股力量 林帝不可能给未来的继承人 留下这样一个外戚隐患 这天下姓林 不姓阮 林廷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不可能是储君 林帝培养她 看重她 只不过是给了阮家 一个痴心妄想的假象罢了 当阮氏一族 开始踏上夺嫡之路 就落入了林帝早已不下的圈套 她根本不用亲自动手 解决阮氏势力 她只需默许两派相斗 纵容太子党对阮氏的撕咬 就可将阮氏羽翼一一摘除 就像这一次的宗词倒塌事件 哪怕她知道 这其中可能有蹊跷 也生气太子一派 竟敢在宗词上动手脚 但在处理起公布上书 以及阮相派的那群官员时 却丝毫没有手软 林飞路看着床上 人无意识地聆听 头一次觉得 皇家是真的无情 林帝难道不知道 自己这个儿子 这些年来的无助和无奈吗 她定然是知道的 不然不会打阮贵妃那一巴掌 说出那样的话 可她什么也没干涉 她冷眼旁观两派的斗争 也冷眼旁观了 林婷日趋一日的绝望 亲情 有时候真的比不过全世欲望 林飞路觉得可笑 连语气都带上了讥讽 娘娘觉得 是太子想对你们阮家 赶尽杀绝吗 如今的大林 难道是太子说了算吗 如果没有父皇的纵容和默许 单凭太子一派 如何撼动你阮氏这棵扎根多年的大树 这些道理 阮贵妃岂能不知 否则 她怎会情愿答应武安侯那样无理的要求 也要将她拉拢过来 只是从来没有一个人 这样当面直白地点出来罢了 这次的宗祠事件 阮相一派遭受重创 朝中好几处要职官员 都因此事牵连下狱 太子党趁机在这些职位上 安插了自己的人手 任职书承到林地面前时 当天就批了应允 完全没给阮相反应的时间 武安侯也因为这件事 拒绝了和阮家联姻的提议 雪诗宴还未开始 已经连夜将女儿维洛春送出京去 送回了元州老家 百明了是担心阮家动手脚 强行让维洛春与林亭结合 不是她该放手了 是她不得不放手了 阮贵妃呆坐在床边 不知过去多久 突然一膝盖朝林飞路跪下来 林飞路躲了一下 她却扑上来抓她裙脚 痛哭道 小五 小五我知道你跟婷儿关系好 你救救她 你救救我的婷儿 眼前的女子 再也没了往日的高傲金贵 多年来的夺嫡之争 对她又何尝不是一种折磨 而如今 林亭的自杀 终于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算我现在放手了 阮家放手了 太子也不会放过她的 阮家能退 阮乡能告老归乡 可平而退不了 她是齐王 她是大龄的皇长子 有她在一日 太子就不会安心 一旦太子登基 她不会留她 两派相争 结下的 岂止是生死之仇 林亭都知道 她的死是唯一阻止 这场夺嫡之争的办法 太子又岂能不知 有她在一日 皇长子一派 就永远不会死心 林飞路不知道 在如今的林卿心中 是否还有一丝 对于这位长兄的情谊 但 她将自己的裙摆 从阮贵妃手中拽回来 看向床上的林亭 像是说给她听 也像在给自己保证 有我在一日 绝不会让大皇兄出事 林亭浮渡自杀的是 没有传出去 对外只说是她病重 阮相一派本就为米不振 听闻这个消息 更如雪上加霜 有些人甚至私底下 偷偷投向太子派 林飞路没回宫 直接在齐王辅助了下来 最先来探望的是林念之 她就住在宫外 一日一早就来了 刚好跟阮贵妃打了照面 看着装发凌乱 憔悴不堪的阮贵妃 第一时间竟没认出来 下午时分 林景渊和林继闻也来了 两人看太医面色凝重的样子 也就没去跟前打扰 只在门外远远看了一眼 之后就一直在院外沉默坐着 林景渊闷闷道 前日我才来齐王府找过大哥呢 那时候他都好好的 怎么说病就病了 林继闻抓抓脑袋 大哥自出宫后 身体好像就不如以前好了 甚至在宫外吃的湄公内好啊 林景渊 各宫听闻齐王病重 都派了人来探望 东宫也派人送了两根百年血身过来 但林青一直没来过 有个位太医每天会诊 林廷体内的锋利草毒 总算一点一点排干净了 但他还是昏迷着 每日就靠些水和流逝进补 本就销售的身子越来越虚弱 林飞路急得不行 可又叫不醒他 后来想了想 打算试试现代化疗的办法 他每天什么都不做 就坐在床边给林丁讲故事 一开始讲一千零一夜 后来讲童话故事 最后又讲起自己看过的武侠剧 这一日 正讲到郭靖的七位师傅 不允许他跟黄蓉在一起 非要把他跟穆念词凑成一对 林飞路盘腿坐在脚灯上 手里还拿了把说书用的醒目 说到精彩处 便在床上拍一下 那郭靖当然不干了 他只喜欢他的荣妹妹 他的七位师傅就说 混账 东邪黄药师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狂魔 从今以后 我不允许你再见这个小妖女 郭靖就急了 说荣儿不是小妖女 荣儿是很好很好的姑娘 他叹了生气 不禁撑着脑袋开始幻想 如果自己一开始穿的是武侠副本 说不定现在也拥有自己敬哥哥了吧 床上突然传出一道虚弱的声音 那最后 郭靖和他的荣妹妹在一起了吗 林飞路有一瞬间没反应过来 意识到是谁在说话后 猛地从脚灯上蹦了起来 林婷睁开了眼 郑寒笑看着他 林飞路转头就往外跑 孟福吉 孟福吉 大皇兄醒了 后在齐王府的太医 全部跑了进来 又是一番望闻问切 终于肯定林婷确实是没事了 他体内余毒已清 今后只要注意调养身体 就不会再出问题 太医又开了新的药方 等他喝完药 厨房也端来了清淡的白粥 林飞路看着他渐渐恢复的脸色 有点想哭 又有点想笑 等房间内的人都离开 林婷半躺在床上 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对不起 让小路担心了 他摇摇头 想说点什么 却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 林婷似乎一有所感 虚弱笑道 那之后呢 郭靖是怎么说服他的七位师傅 跟黄蓉在一起的 林飞路熄熄鼻子 忍住眼中酸液 又将剩下的剧情粗略讲了一遍 后来他们生了两个女儿 一个叫郭湘 一个叫郭福 这就又是另外两个故事了 以后再讲给大黄兄听 他眼睛弯弯的 好啊 林飞路看了他一会儿 慢慢伸出自己的手指 去勾住他的小指头 声音嗡嗡地说 大黄兄 我们约好了 以后不要再伤害自己了的好不好 林婷脸上的笑意 渐渐淡下去 他垂了下眸 长长的睫毛就搭在眼瞼 头下一片浓郁的阴影 过了好一会儿 林飞路才听到他沙哑的声音 他说 小路 死了太多人了 夕阳的余晖 透过半开的窗户透进来 恰好将他笼罩 可那样温暖的光芒 却再也照不亮他的眼睛 林飞路不是第一次看到林婷哭 他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 他就抱着兔子躲在草丛里哭 他其实一直都爱哭 他心肠是那样柔软 总容易为了这个世界落泪 可此刻眼泪从他眼里流出来 一点声响都没有 划过他苍白的脸颊 一滴一滴落在他不满 细弱青筋的手背上 他轻声说 那么多人因我而死 何其无辜 我早该结束这一切的 哪怕是死了 也要在地狱背负着罪孽 林飞路眼眶红了 紧紧抓着他颤抖的手指 不是你的错 跟你没关系 他抬头看过来 很绝望地笑了下 那么多条人命 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